班长带着学员一起双手合十 恭敬的读诵佛经 这是高雄文化教室的台语佛法班 这位女儿是李逢年 驻台北 而旁边的爸爸则是驻屏东 每周五他们来这里相聚 家住台北新庄的李逢年 星期五一大早骑车 骑上6点38分的高铁南下 而她的父亲李荣开 则是从屏东方寮坐一个小时客运车到高雄 两人在坐30分钟捷运 一起到福治佛教基金会高雄文化教室 说到李师姐觉得她非常地了不起 也非常地赞叹她 因为我从来没有碰过这种的个案 竟然有嫁出去的女儿 从台北然后到高雄 鼓励爸爸来高雄这边上课 女儿对爸爸这么尽孝 让我非常地感动 李逢年费尽心思 选择陪伴爸爸学习佛法来尽孝 一开始不是一次就顺利 我们住在屏东我一定是旧境 所以我会带她去屏东的南海市 但是车班很少 后来就有人讲说乐佛长青班 我也很高兴带她去 可是上了两次课之后 爸爸说国家的我听不懂 后来来这边学习的气氛很好 红班长也很会带领 同学乐于分享 我跟爸爸都觉得很坏心 我感觉很感兴 他们的女儿真的 他们来我都很感兴趣 你真的有感兴趣 带你们爸爸来 我今年八十岁 感觉我都在北方 我这在学习 感觉让我穿了一个人 感觉很温暖 你爸爸对吗 对 今年三月爸爸症病住院 三天就收到了两封的病危通知 如果无常来的时候 我会很遗憾 因为我希望爸爸能够 跟师长佛菩萨学习 医病必定加习家 子欲养而亲不代 真的爱要及时 尽孝不能慢 不受当天心